你不能离开自己的房间 对不起 你不能离开自己的房间 什么意思 别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处长 你跟我是平级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把我关在屋里 这对吗 严处长 反正今天你是哪儿都去不了了 那不可能 严处长 别逼我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你说 所长让你来的吧 所长让你盯着我 不说 真有意思 你说我以前想干点坏事的时候吧 没人盯着我 现在左立这个事 我不想搅这个婚婶 他倒不信任我了 你跟所长说 左立这个事我既然答应了 我就是答应了 君子一言我肯定四马难追 还不行吗 严处长 我不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 李正啊 我告诉你啊 站在谁的队伍背后 都别站得太死了 说不定哪天靠山倒了 重新一洗牌的时候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明白吗 明白吗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明白吗 我得给你留条后路 你得给你留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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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留条后路 我把事情交给你留条后路 这条后路 这条后路 你能不能留条后路 你不建议 所以你不能把事情交给你 不建议 你还不能管帮我 我有一条后路 走 trace 你不开心 我还要自行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我还要自行 告诉您 你要知道 我们军统局开出的赦免书 就是委员长要给三分面子的 这我很明白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吗 我们军统局开出的赦免书 都是情报战中的关键分子 比如 共党反水投靠我们的重要人物 抓到的日本舌头 给他一份赦免书免他一死 我们是要在他们的身上 挖出极为重要的情报 这点您放心 我给的这个人 全都符合这个条件 真的吗 真的 等等 又是林荣荣 说句实话 杜先生 是林荣荣 我现在也不知道是谁 但是 如果我拿到了这份赦免书 我就能扒出 黑市的共党分子 还黑市的纯洁 还我们的安全 好吧 我姑且给你一个 名头空白的赦免书 但你要记住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 如果挖不出重大情报 这份赦免书我随时可以作废 并追究你的责任 是 进来 家伙 什么事啊 小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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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宗 我跟你说 黑市要出大事了 黑市不缺的就是大事情 这有什么稀奇的 这次不一样啊 左力被抓了 为什么 据说陆所长从他那儿搜出了共产党的书 有共产党的书 就要抓起来 你怎么就不明白啊 我怀疑陆所长有别的图谋啊 什么图谋 我 左力跟我一个宿舍的对吧 我成天跟他朝夕相处在一起 左力要是共产党 我能不知道吗 说左力是共产党 你信吗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我觉得陆所长要借左力这件事 打击报复一批人 谁啊 谁 他连左力都抓了 那就说明他对谁都可能下手啊 比如说我 你啊 林容容什么的 不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 波及到你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我也就那么一说 不过我们这些边缘的小倒霉蛋 那就说不准了 你说吧 你到底找我是什么意思 假哄你 你看啊 我坏过陆所长的事 这陆所长很有可能 把左力给驱打成招了 然后让左力顺嘴咬我一口 说我是共产党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比如说林容容 林容容啊 上次陆所长老婆去周福海公馆那件事 是我告诉杜先生的 但是我也是通过林容容才确定的呀 这个事陆所长知道 按照他有臭皮包的性格 那林容容肯定好不了啊 那你是希望我 你怎么办 家伙你太笨了 这个事得有人跟上边说一声啊 那说应该是你的专利你的特长啊 是是 不过这次不行啊 我被陆所长给盯死了 我再动我就小命难保了 我 我干什么 你去啊 又怎么办 是 不是 不是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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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caregi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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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马上去 我在门口等你 刚刚说左立被怀疑是共产党抓起来了 陆所长就找自己 这里面必然有联系 但是肯定不是有证据的联系 因为就算左立真的是共产党 自己在黑市也从未与他接过头 想到这里 林荣荣镇定了下来 所长 您找我 来 坐下来好 我还是站着吧 那不是我该坐的地方 此一时比一时吧 此一时比一时吧 这份是左立的供词 他已经招任了 他是共产党 而你是他的同伙 陆所长 陆所长 您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分吧 一点都不过分 李荣荣 你要不是跟杜先生有这么一层关系 要不是上头非要一个什么铁证 我早就一枪毙了你了 跟你说实话吧 为了这份所谓的铁证 我还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你相信左立是共产分子吗 我都不信 但你一定是 我跟你们共产党人 打了太多年的骄傲了 你们是什么样的德行 我比你们自己都清楚 以前我苦于没有证据 无法抓你 现在我有了 虽然他是假的 明白了吗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清楚 我不是共产党 所以用 有了他 你说什么都不管用 校长 你不认识 杜先生 我正要向您汇报此事 你不是都已经办好了吗 你已经认定林荣隆是共产党了 对吗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是当场枪毙还是移交上级 把我也带进去 杜先生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不要再说了 进来 没想到啊 赦免书 赍免书 陆从俊 你的所谓铁证不堪一击啊 用假证消除一己 你的手段 太幼稚点了 杜先生 我该以姓名相保 林荣隆肯定是共产分子 在你的眼睛里 黑市除了你都是共产党 也包括我 你是丧失理智了还是疯了你 杜先生 我们对共党分子 闭嘴 不断地把黑市和你的同仁 带入麻烦和危险当中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 撤销你的一切日务 进来 考尔 您这是 我已经不是你的什么头了 这东西先寄存在你那儿 抽空给我送过去 往哪儿送啊 姐 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 是 一定是严少出这个王八蛋 不是他 那还会吃谁啊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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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